好,在这个单中呢,我们要介绍的是说 如何来去计算全勤奖金 它的题目是这样子 本月上班天数是23天 达标就是说你上到23天以上 我就发放不休假奖金2000块 然后没有达到23天的就不发放不休假奖金 每多上一天班,除了原有的加班薪之外 我还要加发一天100块的不休假奖金钱 我们要怎么去做呢 我们在公式写等号以乎瓜糊 第一个,我们要抓的是西乌储存鸽 这一列的西兰,西乌储存鸽 它是不是等于23 有的会问问题,还有另外一种做法是什么做法 我可以写这里 大于等于23 这边来讲 那第二个条件,这条件什么 它既然是大于等于23的时候 我们要干嘛 算它的不休假奖金2000块 那基本数 23天基本数是2000 然后我要让它加上 干嘛 左括号 西乌储存鸽 减掉23天后剩下的天数 然后再乘上100块 超过的部分就是怎么样 像这个27 27-23剩4 所以再乘上100 400 等于2400 有没有 那如果是在23天以下的小于它嘛 那就是什么 0 这样子以后的右括号 我们就算完了 然后enter 它就跟你讲这是24天 24天 有没有 可以27天可以领到2400 好 那我们在右下角 通话方案热掉 按滑鼠左键两下 它就算出来 每一个人可以领到的不休假奖金是多少钱 最高最高呢 除非你是上到什么 31天 可是问题这也没有30天 最多30天 30天可以赢到2700 对不对 对不对 这样子